皇帝和皇后是封建社会里拥有最高权力的夫妻的 在我们看电视剧时候 看见了皇帝总会想起皇后来 似乎皇帝和皇后是不可分割的存在 可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有这么一个传奇的帝王 他是一位具有雄才伟劣的帝王 可这位帝王却不曾有过一位皇后 这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封建历史上中央级权君主 秦始皇明嬴政 十三岁登基 二十二岁亲政 之后平定六国 一统天下 自称为始皇帝 日众所周知的千古一帝 在他一生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中 却不曾立过一位皇后 而这位伟大的千古一帝 为什么没有一位与之匹配的千古一帝呢 在古代皇帝嫡妻称为皇后 妾称为妃品 三公六任七十二妃 皇帝可以拥有很多妃子 而皇后只能有一位皇后不仅是皇帝的妻子 而且还在一个帝王的政治生涯中 占有重要地位 要承担习母 移天下的责任 所以国家会有专业的法制 来进行丰厚大典 既然皇后的地位如此的重要 那秦始皇为何不立皇后呢 众学者认为人因有三 一是因为他的生母赵姬 赢政是子楚的儿子 但子楚并不受处 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 赵姬曾是吕不韦的爱情 后现于后来的秦庄相往 也就是子楚弄得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始皇的真实身份了 扣始皇继位 赵姬贵 为太后可行为不解 由此使皇仇是女性 二是因为她对于立后的要求太高 她拥有很多美女 却迟迟不肯立后 是因为她自命不凡 功过三皇五帝 也就是说没有看得上她 三是因为她一生建立丰功伟业 并没有过多得精力去放在后宫上 以及后来一心要求长生而延迟立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